咸虾果粉 下锅炸到金黄酥脆 菜油 蛋黄 加粒叶 辣椒 调制成风味酱汁 酸辣解腻又开胃 起锅前加入燕麦翻炒 倒地燕麦虾 美味上锅 黄姜 黄姜 然后辣椒叶 风干叶 这些材料是属于开胃菜的 天气热 没胃口 南洋料理用香料煮场秀帮你开开胃 贵妃海鲜粥飘出浓浓南洋味 白米饭 掺杂 些许炸米 鲜虾熬煮汤头 浓郁甘甜 入口虾味爆棚 另一款软嫩豆腐铺上芥兰菜 猪肉酱点缀 口感层次再升级 开幕十天祭出满意送衣优惠 吸引民众排队尝鲜 我们自己是还原度算是高的 我们大概有六七十吧 泰式经典冬饮公汤底 焚嫩肉片下锅 涮到微微透红 红虾干贝 蛤蜊鲜鱼片 还味爆棚好满足 搭配到底浓厚野奶锅一起享用 仿佛通过正义门置身泰国 那汤头就直接像是 直接到泰国喝的那种 同样供的那种汤头 就有加野奶那种 目前的生意业绩都还蛮好 像是假日的话 都是要客买的状态要先定位 夏天让你瞎瞎叫 饭店业者则推出全新餐饮品牌 新式风味小龙虾 沾附满满新加坡独门辣酱 撒点青葱提出甜味 口感温和超酥脆 喜爱酸辣风味 还有这一道 酥脆全麦吐司 包覆满满虾浆 外层裹满白芝麻 淋上泰式 柿拉茶酱美乃滋 让你一口接一口 南洋料理用新香料刺激味蕾 要让民众食欲全开 也在这酷暑之际 杀出一条财路 级别新闻 美国区公益杰特勃动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